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四金 《明朝拜家子》第二场 我是拜家子 在小香香的服饰之下 方济凡竖了口 刚刚吃过早点那位名医就来了 大夫满面红光面露得瑟 听说少爷的脑筋愈发好了 府里上下都称呼他为神医 他口里随谦虚心中却乐开了话了 赵丽备着药香笑阴阴的来给方济凡见礼 见过方公子 方公子气死好多了 学让先为公子把脉吧 方济凡对这位大夫 颇有些本能的畏惧 转念一想 便又鼻孔朝天看他 翘着腿说 本公子已经大好了 怕什么脉啊 你这老狗 滚一边去 大夫干笑起来 身为医者被人骂作是老狗 确实是有辱斯文的事 可虽有点小小的不愉快 大夫却还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感慨说 是啊 公子这病果然是大好了 老小狗很是很是 滚 方济凡算是明白自己的生存之道了 越是嚣张跋扈 人家越开心越欣慰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啊 好好好 大夫一点也不恼 却转头 祝福邓健 若是公子再有犯病的迹象 定要及时禀告 公子 老朽告辞 告辞了 见着大夫 美滋滋的走了 方济凡 才松了口气 刚刚逃过了一劫 方济凡又空虚寂寞起来 难道自己这辈子都要再假装自己是个人渣下去吗 不证 这样活着也没劲啊 定要做一番大事也才是 直着眼下 方济凡站了起来 说 小邓邓 小邓邓是邓健的专属名 不过显然邓健不太乐意 方济凡这样叫自己 便哭着脸硬脑 少爷有何吩咐啊 方济凡笑嘻嘻地说 走 陪本少爷在府里走一走 好嘞 邓健连忙一流烟地取了一柄香菲扇 还有一个骚包的香囊 邀功似的说 少爷出门就爱戴这个 方济凡一脸的黑线呢 这身体的主人还有这恶趣味啊 他一笑熟练地让小香香将香囊系在腰间 手里把玩着香菲扇 一收一合 扇上竟还有诗 方济凡瞥眼一看 边见扇面上写着 劝君莫兮金履衣 劝君莫去少年时 花开看折直虚折 莫带无花空折之 此事意境倒是好的 不过方济凡却知这擅自主人对此事的恶意理解 心中不禁骂 呸臭流氓 心里虽是鄙视 可日子还得过下去 打起精神 随邓健出了卧室 此时真正见识了南河伯府 方济凡不禁择舍 这府邸占地极大 少说也有五十亩 临次置笔的屋脊连绵 三进三出 正堂 前厅 后院 厢房 柴房 足足数十开建 方济凡心里很是满意 下意识地摇动着香菲扇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宅子 有点老啊 少说有百年历史 显得很是斑驳 他不禁说 这屋子该凶了呀 邓健诧异地惊到 凶凶窝 方济凡一拍他脑壳 狗一样东西 少爷之所以得病 定是因为这宅子太过老旧 翻修懂不懂 邓健又露出笑脸 少爷说得好 少爷是说 这府上阴气重 懂懂懂 我懂 可是要修起宅子 很费银子的 方济凡眉头一挑 说 堂堂南河伯府 还缺银子 缺 邓健的回答 让方济凡有些懵了 少爷平时是不管事 府里京郊的庄园 数千亩的凉田 可毕竟 可毕竟种出的也是凉 薄爷虽有恩奉和赏赐 石银却是不多 都是咱大明的宝钞 宝钞啊 方济翻懂了 这就是大明特有的纸币 可惜 朝廷印的太多 其实不值几个钱 他猛地想起 这个时代的经济特征 本就是如此啊 土地价值虽高 可富户们 大多都是租给 庄户耕种 收来的当然是粮食 而这粮食 也都是用骨仓堆积起来 虽也换钱 不过南河伯府 毕竟这么大家业 开销也多 自然而然 也别指望账面上 有多少现银了 这样装疯卖傻下去 也不是办法了 得独立自主才好 人只有独立自主 比如有了钱 才不至于被人管束着 动辄被抓住扎针啊 何况自己当真 要做一辈子败家子 不成 方济翻觉得 自己上辈子 好歹也是个学霸 五好青年 要自强 要自立啊 可是没银子怎么办呢 方济翻眯起眼睛 突然的激动起来 有财路 现在是洪志十一年三月十七 半个月后 方济翻依稀记得 通州的地方治理有过记载 说是有数十艘船 在这乌墨的船 在北通州沉船 再加上 乌墨在洪志年间 日益被贵人们所推崇 因此乌墨的价格 持续攀升 方济翻记得 乌墨的价格 暴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乌墨本就难得 而一般的船运 都是将大宗的乌墨 一起装船 这数十艘船一沉 就意味着 未来市面上的乌墨 将会出现极度的紧缺了 方济翻眼睛一亮 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 囤积乌墨 可是银子呢 即便是价格翻翻之前 这乌墨的价格也是吓人的 他眯着眼睛说 府里账上还有多少银子呀 瞪见打了个哆嗦 惊慌地看着方济翻 礼当没多少了 制度也就几百两现银罢了 少爷 您又想 一听几百两 方济翻就泄了气 不过很快 他又有了一个念头 没有银子 可是方家有地呀 若是 他一转念头 不对不对 买地 本少爷熟读历史 这古人的思维和现代不同 在古人眼里 买地可只有破裸户和败家子 才干得够的 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咦 败家子 我不就是教科书式的败家子吗 北京城里 还有比我方济翻更败家的 方济翻眼前一视一亮 发出大吼 把管事的和账房叫来 方家公子的威力还是很强大的 虚余功夫 府里的杨管事和留账房便来了 二人气喘吁吁 眼珠子低溜溜的看着方济翻 方济翻叫着腿 他随时坐着 可眼前二人却不敢比方济翻高 坐一躬着身 这样反倒显得方济翻翘腿坐着 还显得比他们高一些 君高临下的俯瞰他们 还是很有点少爷感觉的 方济翻说 府里有多少地啊 杨管事摇公事的说 城外的庄子有两千三百七十亩 除此之外还有几座山 占地也有数千亩 他听说少爷得了脑疾 这些日子少爷都在治病 心里倒是很关切 据说现在好了一些了 所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少爷 想看看少爷好了没有 方济翻下一句话 差点没把杨管事给噎死 能卖多少银子 杨管事的第一个反应 居然不是忧心 而是眉头微微一条 和一旁的流帐房对视一眼 哎呀 这少爷的病果然是大好了呀 方家有幸啊 你想啊 少爷竟能想着拿地去卖钱 这北京城里 除了咱们方家的少爷 还有谁能这般潇洒地说出这等话来 咱们的少爷真的回来了 一看二人脸上这美滋滋的样子 方济翻觉得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他只得用扇饼磕一磕桌子 问你们话呢 能卖多少啊 都给本少爷清点一下 给亚行传出去消息去 买地 能卖的通通都卖 一亩都不能留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尽